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即所谓龙虎兄弟 情理之中 而评价诸葛诞是狗并没有丝毫的贬义 因为中国自古和狗为善 将之视为陪伴左右的得力帮手 常将狗作为对优秀人才的类比 比如汉高左刘邦便将萧河以外的开国功臣都评为公狗 晚清时袁世凯的北洋新军中也有龙虎狗三杰等等 当然即便同为褒义 比起人中龙虎 狗还是不免逊色 诸葛诞比起诸葛亮 诸葛景 无论从个人能力和声望地位上看 确实差了一筹 但是出人意料的是 诸葛亮的后代寂寂无闻 诸葛景的后代更是惨遭灭族 真正对三国籍之后历史产生更深远影响的 却是诸葛诞这一脉 甚至和两进的黄泉 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诸葛亮和诸葛景是明确的亲兄弟 但诸葛诞和诸葛亮兄弟是什么关系 说不清楚 只能肯定同出狼牙诸葛市 狼牙诸葛市从西汉开始发迹 到东汉三国虽然算不上世家豪族 但也是当地较有影响力的士族 除了诸葛亮 诸葛景 诸葛诞 还有曾参与灭亡蜀汉的诸葛旭 劝详过诸葛亮的诸葛章 以及将领诸葛前 诸葛直 诸葛园等人 由于籍贯原因 没有像诸葛亮兄弟一样难迁的他们中 大部分自然都出世曹魏 诸葛诞在曹魏观运亨通 是曹魏家喻户晓的人节 当时曹魏玄学盛行 清潭之风最为时尚 世家子弟取之若物 出现了诸如四聪 八达 三玉等佼佼者 诸葛诞就是八达之一 郊游圈也都是权贵官兴 也许和这些因素有关 他的两个女儿都嫁得不错 大女儿嫁给了曹魏权臣司马昭的弟弟司马昼 小女儿则嫁给了曹魏高官王灵的儿子 他自己还有个儿子叫做诸葛静 诸葛静字重思 重是第二的意思 依此看来诸葛诞应该还有个大儿子 很可能未成年就去世了 诸葛静年轻时性格方正颇有财民和声望 本来是标准的世家子弟 只要不出大错 一生顺利逍遥快活是很轻松的 可没想到命运却和他开了个惨烈的玩笑 曹魏甘罗二年时任镇东大将军 都督扬州出军事的诸葛诞 在淮南起兵反叛 为了取得孙吴信任 诸葛诞派部下带着诸葛静 和其他中层将领的子弟到江东当人质 以此请求孙吴派军支援 结果诸葛诞最后兵败被杀 诸葛静有家难回 只好滞留孙吴 好在孙吴没有难为嫌弃他 还给他官当 诸葛静在孙吴待了二十多年 官职从右将军一直升迁到大司马 即便孙吴后代诸葛静 有千金买骨收拢人心的意思 但大司马一直是孙吴具有实权的高管 此前任职者皆为孙吴名将 诸葛静一个魏国人能被威以重任至此 说明他本人还是有能力的 年轻时得到的良好评价不虚 诸葛静经历了孙吴孙亮 孙修孙昊三位皇帝的统治 在孙亮孙修时期 他并没有具体事件的记载 直到孙昊时期才开始活跃 孙吴原兴二年 孙昊将国都从剑业强行迁到武昌 造成了国中骚乱 诸葛静受命镇守剑业 当时有数千山贼抓住了个孙吴宗氏 进攻剑业 想要改朝换代 到达剑业时兵力已经多达万人 还以孙吴宗氏的名义 派使者招降诸葛静 但诸葛静临危不乱 果决将使者斩杀表明意志 随后率军出战 击溃山贼 还救回了孙吴宗氏 孙昊在当年年底 又将都城迁回了剑业 孙吴保顶三年 此时蜀汉已经灭亡 曹魏也已经被西晋取代 天下进入了近无对峙的阶段 诸葛静跟随幼大司马 左军师丁凤的军队出征淮南 这一仗没怎么打 丁凤离剑纪又使西晋临阵换将 但没想到新上任的西晋如鹰王 司马骏是司马氏少数几个能打的宗士 宋武军队后续被司马骏击退 诸葛静并非主帅 没有太多发挥的余地 两场战事的含金量虽然都不算高 但诸葛静终归能积累起一定军事经验 很快检验他真正成色的机会就到了 东吴天际三年冬 西晋皇帝司马延动员六路大军 发动旨在灭亡孙吴的南征 次年春季就将各条战线都推进到了长江边 其中从寿春和夏批出发 直攻江东的是主力军 主帅分别由重臣王魂和宗士司马昼担任 孙昊紧急派遣丞相张替为主帅 率领三万兵马渡江迎战 诸葛静任副军师和丹阳太守沈盈等随军出战 孙吴军队抵达江坊京要牛主时 明知不敌的张替放弃了沈盈固守长江的建议 以杀身成人的心态渡江作战 寄希望于万一能够打败禁军 就可以振奋孙吴军民的侥幸心理 先和孙吴军队交锋的是王魂这路进军 结果张替竟然真的棋开得胜 大受鼓舞 接着向前进军 将王魂的一部分军队包围 这只进军只有七千人马 而面对三万的孙吴大军 无法抵抗只好投降 诸葛静的果决之风又出现了 他建议立即杀掉这些人 张替不同意 认为杀降不吉利 诸葛静分析认为 在敌强我弱的大背景下 这些投降的禁军是因为失去支援 才临时假装投降 是缓兵之计 趁现在将他们全部坑杀 一来可以解决隐患 二来可以提振三军士气 如果放任他们不管 等时机到来 他们必定会反复无常 成为后患 张替仍然不同意 安抚好这些人后继续挺进 诸葛静的建议很残忍 但非常时期行非常手段 战争中太过仁慈 反而会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 只是这场战役主帅 依然不是他 他也只能服从张替 张替继续向北进军 再度和进军遭遇 双方大战 沈赢统领的是 从东汉就名扬天下的丹阳兵 一共五千刀盾兵 号青金兵 当先冲击进军 一连攻破进军前部几个监阵 直抵进军主力本阵的前方 进军本阵层层防御 手背森严 无军三次冲锋 没能冲破 继续受挫 以成强弩之末 准备后撤 休整再战 却没想到后撤时 突然出现慌乱 进军趁机发起反攻 无军军是溃逃 不成阵列 这时候之前投降了的进军 果然和诸葛靖所预料的那样 临阵倒戈 攻击无军 阴差阳错的和反击的进军 形成对无军的前后夹击之势 无军顿时土崩瓦解 兵败如山倒 诸葛靖带领五六百士兵 败退下来 让人去接张替一起渡江撤退 张替为自己的失利悔恨 不愿意离开 诸葛靖急了 顾不上危险 亲自跑去拉张替走 劝他想开点 不要自寻死路 张替流泪不止 说自己还是孩子的时候 就受到你们家诸葛丞相的赏识提携 内心感激 经常担心不能死得其所 如今以身训设计刚好 这里的诸葛丞相 自然不是诸葛亮 而是诸葛靖的儿子 一度成为孙无全臣的诸葛克 诸葛靖无话可说 只好流泪放手 转身离去 走出一百多步后再回头看 眼睁睁地看着张替 被禁军斩杀 诸葛靖所在的这支军队 是孙无在面对禁军泰山压顶时 最大规模的一次反击 也是最后的反击 被孙昊寄予厚望 结果最终一败涂地 加上其他几路禁军也进展神速 孙无再也无力反抗 不久后禁军兵临剑业 走投无路的孙昊只能投降 诸葛靖没有和孙昊一起投降 而是跑到了另一边 司马咒的军营投降 这是为什么呢 诸葛靖正至联姻 嫁出去两个女儿 一个女儿因为丈夫参与叛乱 已经受牵连死了 剩下嫁给司马咒的女儿 后台够硬 安然无恙 本来以诸葛靖这样的叛臣之子 投降势必会遭到 其他禁军将领羞辱 虐待 甚至迫害 但有身为姐夫的司马咒庇护 就安稳许多 事实也是在孙无投降后 一直藏于司马咒 翼陛下的诸葛靖 没有遭到清算 仿佛人间蒸发 然而皇帝司马炎和诸葛靖是发小 或许平日里也常心心念念 结果发现孙无灭了 诸葛靖却不见了 又想到司马咒的妻子 是诸葛靖唯一的亲人 于是跑到司马咒家里来寻找 诸葛靖听到司马炎来了 赶紧跑到厕所里躲藏 被司马炎给堵在厕所里 逼着要见 司马炎说 没想到这辈子还能再见 诸葛靖则悔恨说 自己不能用漆擦遍身体 用刀把自己的脸皮割下来 诸葛靖的话里 其实包含两个典故 说的是战国时期 著名刺客玉让和聂正的故事 玉让用漆涂身 聂正以刀割脸 都是为了帮主公复仇而自残 诸葛靖言下之意 是自己没有像古人那样 自残来为父亲复仇 吴言和司马炎相见 非常耿直和大胆 也和他早期受到的评价符合 好在司马炎没有计较 诸葛靖的言行 还给他了个适中的官职 适中是皇帝敬臣 可以天天待在皇帝身边 而提面命 是个让许多官员羡慕嫉妒恨的职物 不论司马炎是出于对发小时截下的 有情的回报 还是对诸葛蛋之死的补偿 既可以看出他是个重情义的皇帝 当然也可以认为是帝王心术 可是诸葛靖始终过不了自己心里的坎 坚决不干 后来干脆回家乡隐居 也许是为了远离洛阳这个政治中心 躲避是非 也许是为了避免就地带来的诸多回忆 更添伤感愁绪 可是他的心结太重 无论怎样都解不开 以至于他到死都从不面向洛阳方向而坐 终生难解 他最终死于何时何因都不知道 估计就是默默无闻 终老一生 从父辈来看 诸葛是龙虎狗三家中 诸葛亮最成功 古代史上很少有像诸葛亮这样的人 身为权臣 不但没像同时期曹操那样被骂为奸臣 反而被称颂为贤臣 估计这样的案例 除了依影 霍光就是诸葛亮了 诸葛景也不错 虽然没有达到诸葛亮的高度 但也成为孙无众臣 周瑜 陆迅 鲁肃 张昭 张翁等众臣 都多少受到孙权的遗猜和指责 只有诸葛景 一直和孙权保持着友好的君臣关系 是孙权最信任的臣子 诸葛蛋则从明氏 明臣 明将 一变再变 以至于变成投降孙无 发动叛乱的乱臣贼子 不光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 还被灭三族 祸及子孙 从紫辈上看 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能力平平 靠父亲的余英 得以出人头地 试图顺利 也因为能力不济 在关键时刻意气用事 给了曹魏军队顺利进入成都的机会 但好歹为国捐躯死得其所 诸葛景的儿子诸葛克 能力超群 年纪轻轻就成为全臣 可惜心理脆弱 经不起打击 死于非命 虽然结局很惨 但起码辉煌过 展示过自己的能力 诸葛景则命运多舛 少年时锦衣玉食 成年时却被作为人质送入他国 从此远离故乡 从此远离故乡 异地漂泊 父亲被杀 家族被灭 盗老师又成为降将 回到故土 整日面对杀父仇家 却又无法为父报仇 其心中的痛苦 非常人能够理解 有趣的是 从孙辈看的话 最辉煌的却是狗家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诸葛亮的一个孙子 诸葛经 在晋朝坐到江州刺史 诸葛景本来有好几个孙子 但因为诸葛克被诸三族 全死了 幸好诸葛亮早年无子时 曾从诸葛景那里 过进了一个儿子诸葛乔 诸葛乔早亡 生下的儿子诸葛潘 后续又改回来 继承了诸葛景的血脉 才不至于让诸葛景这一脉 香火断绝 诸葛潘之子诸葛俭 一直跟着诸葛经 没有入世的记录 大体看来诸葛氏龙湖两脉 在诸葛亮和诸葛景 巅峰过后慢慢示威 相比之下诸葛蛋的孙子 也就是诸葛景的两个儿子 却很有名 长子诸葛仪 少有名气 在东晋坐到太长 世子诸葛辉更是神明显赫 是东晋重臣 明氏 与循凯 蔡摩 号称东晋 中兴三明 当时有名言说 京都三明各有名 蔡氏儒雅 循葛京 他的女儿也都和东晋大族 谢氏 宇氏 杨氏等联姻 因为仪表端力气质出众 得到殊胜王羲之的赞誉 诸葛蛋仅存女儿的后代 则直接将这条血脉提升到了顶点 司马赵的孙子 也就是诸葛蛋的曾外孙 第三代狼牙王司马瑞 居然熬过了西晋八王之乱的巨大混乱和动荡 以庞系外藩的身份 从数量众多的司马氏藩王中脱颖而出 当上了东晋开国皇帝 司马氏和诸葛氏 这两个在三国时期 仿佛针锋相对的士族 最后居然以这样一种方式融合在了一起 更有趣的是 司马瑞称帝后 朝政却被同乡狼牙王室家族所把持 甚至出现王与马 共天下的奇特情形 狼牙王 狼牙诸葛氏 狼牙王室 交革错落 主导了半个天下的进程 却也是历史的有趣之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